联想机型中的K系列一直是旗舰的代表 从猎户座四核的K860到Intel Inside K900 一直受到广泛的关注 近期联想K系列转战高通平台 推出搭载骁龙800处理器的联想K910 并以最新发布的系列为主题 将其命名为Vibe Z 那么升级后的K910在外观设计方面有何变化 性能上提升了多少 以及是否依然沿袭K系列超级相机的优秀表现 我们通过这期风潮评测试的视频来综合体验一下 在本人看来 K系列的工业设计一向出彩 关注风潮评测试的网友 应该都为K860那有黑的网格塑料后背 以及K900那菜刀般锋利的金属外观所惊叹 这次K910将两者特色结合起来 反而增加了好感度 背部的主体采用微米级雷雕工艺打造 让上面的金属网格显得异常细腻 按照官方的描述就是拥有织物般的触感 实际体验起来也的确如此 这一部分个人非常建议到联想实体店亲自体验一番 扬声器安排在背部下方的弧面上 平放时不会影响外放 边框部分则使用类似Galaxy S4的仿金属镀模 不过实打实的金属材质的电源键 音量键以及SIM卡卡槽 为整个边框加分不少 与棱角分明的K900不同 联想K910无论是机身四周 还是背部的侧边线条都显得更加圆润 要知道在5.5寸屏幕和并不算窄的边框下 K910的机身宽度达77毫米 圆润线条的加入让其握持感有扳回一些分数 主摄像头方面也是延续了K系列惯有的风格 设置在背部左侧 不过还是稍微突起 这枚1300万像素的主摄像头拥有F1.8的大光圈 并搭配双LED补光灯 至于其表现如何 我们在后面会详细探讨 关于K910外观设计方面 相较前作K900而言有不小的提升 在保持了良好的设计感的同时 机身轮廓更加紧凑 但也存在一些细节问题 如将电源键设计在机身上方 作为一款5.5寸屏幕 机身长度达到149毫米的机型 将电源键安排在机身上方 的确会带来不少不便 不过联想在其最新的Vibe Room上 给出了解决方案 我们接下来仔细看看就知道了 这回联想K910搭载了为Vibe系列 全新设计的自定义系统Vibe Room 基于Android 4.2.2深度定制 不过就这透明的状态栏来看 倒是有几分Android 4.4的姿色 与大多数国产机型Room类似 Vibe Room采用单级菜单 并提供大量主题供用户更换 默认主题采用圆角矩形图标 搭配鲜艳色彩 是否好看就见仁见之了 这里我们来看看比较带感的Vibe Room特色设置 总结了一番为大家介绍几个关键的功能 这些功能主要是为提升操作体验而生 在K910身上有较为关键的意义 一是前面提到的电源键使用不变的问题 因此Vibe Room加入了侧键亮屏和甩动锁屏这两个功能 侧键亮屏比较容易理解 在安屏状态下点击音量键就能亮起屏幕 而甩动锁屏则利用手机的传感器 单向轻甩手机就可以锁定屏幕 这个功能虽然贴心但也有不如意的地方 比如感应过于灵敏 导致某些不需要关屏的场合会因为抖动而无故关屏 个人的建议是加入敏感度调节 让用户自定义敏感度 另外一个颇具亮点的功能是水银键盘 这也可以说是Vibe Room的一个大亮点 主要为大屏宽低身手机而设计 开启此功能后 拨号键盘会根据重力感应模块反馈的信息 来改变键盘的比例大小 方便单手操作 就目前而言 水银键盘算是提升大屏操控体验的又一个经典之作 不过还是有需要完善的地方 比如触发机制反应不够及时 往往存在较长时间的延迟 再比如拨号接通后 这个键盘就不再是水银键盘了 那手机充实时需要输入那么多账号可咋办 最后 联想K910依然采用实体功能键 目前这种 认为虚拟触控键是强行占领宝贵屏幕空间的做法的用户还居多数的情况下 采用实体触控键的确是降低槽点的一大方法 但虚拟触控键对于大屏手机而言还是很有意义的 举个例子在正常单手握持下机身的下脚需要顶住掌心下方以保持稳定 对于K910这种5寸以上大屏机型而言 如需进行单手滑屏和返回的反复操作时 采用虚拟触控键要比实体触控键要来的轻松不少 相信关于触控键虚实的问题在短期内还是会争论下去 国外厂商诸如LG、索尼以及国内的华为等都跟进了虚拟功能键 并做出了自家的改进 而Vibe Room选择了另外一种解决方案 加入空灵触控功能 所谓空灵触控其实就是在屏幕上添加了一个类似iOS上的assistive touch功能的触控点 提供返回和快捷开关等功能 也不失为一个好方法 硬件方面 首先我们来看看屏幕的表现 K910依然采用了5.5寸的1080p IPS屏幕 显示精细度上自然是无可挑剔 而色彩、锐利度、可视角也在一个比较出色的水平 联想官方宣称 K910的屏幕亮度可以达到460nit 在阳光下也有不俗的表现 另外联想K910搭载骁龙800CPU Ageno 330 GPU加上2GB的RAM 相信这样的硬件指标 目前依旧是各大厂商的旗舰水平 这里主要我们来看看K910优化是否到位便可 理性数据参考方面 还是采用目前主流的安兔兔X版 也就是防作弊版作为参考 跑14分数后取最小值 32,611分 达到骁龙800的正常水平 而且从这10次的跑分来看 K910的分数比较稳定 没有出现大幅变化 可见系统优化还算不错 因此将K910作为一款娱乐性设备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大型游戏 高清视频播放什么的 不在话下 唯一担心的问题可能就只有一个了 续航如何 K910内置了一块3050mAh的电池 理论数值方面已经是十分给力 超过了不少当前的骁龙800旗舰 为此我们对联想K910做了常规的极限电池测试 测试结果如下 在三小时的测试之后 K910剩余电量为57% 我们可以看到 极为日常的通话 微博等操作方面 电量流失的并不快 而高强度运行的 在线视频和大型游戏方面 耗电量且尚可以 可以说 3050mAh的电池 可以让一般用户折腾上一段时间 联想K系列的拍照 向来是个重头戏 前面也提过 联想K910采用索尼最新一代的 1300万像素传感器 并搭配F1.8超大光圈 主打的是夜拍功能 硬件方面可谓高端 软件方面则依旧搭载 超级相机的最新版本 提供不少自定义功能 这里我们就其主摄像头的表现 做一个简单的样张欣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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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